疫情三年,大家困在香港三年 难得通关,无论人流、物流都居水马龙 但有一群人就长期苦等 即使现在已经通关了 都一样返不了内地 人流、物流通了,遗体是未通的 三年前都是这样过的 为何三年后可以停下来呢 很沉重的心情 我们收到陈先生报料 说他双亲在今年年头先后过世 根据父母生前意愿 他想把双亲的遗体 运到位于内地的大鹏湾华侨墓园 但因为遗体运输问题 迟迟未能让父母入土为安 妈妈在医院的洞房里面 爸爸在库山的洞房里面 我们做家属连去出殡的时间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所以令到我们父母一路连做仪式 去殡仪馆做法事各方面都不能做到 有殡仪业内人士说 疫情期间因为封关 令到原本想运到内地土葬的遗体 在滞留香港 数目超过几百句 只可以存放在香港唯一的宜庄 冬华宜庄 最近连宜庄都爆满 据说有些遗体已经存放超过三年 暂时我们灵车的关这一部分 正式就未能开通得到 以我所知应该大概有超过三百个 先人的遗骸等过关去落庄 在等的同时其实他们可以在哪里等呢 现在一般全部都会在东华的义庄 会入庄我们所说的 就是有一批病房 给你把灵救同学生人 一起放在一批病房里 存放的 我自己也有些客人是在等的 等着我叫入庄 其实现在只做了一个我们叫轮后 轮后就是先登记了 但现在问题就是连那些位都没有 所以我们这些客人等着要有个位置 存放的那些 全部的喪禮都要保持住 不能做 医院就打问他为什么围体还没拿 现在好像我的客人还没有办到一个喪禮 唯有围体就在医院的脸房冰箱里 其实我们只是很被动 有的就做 没有的就等 情形就是有一点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客人也很无奈 所以为什么有时客人问我们 我们是做不到任何事的 中港通关 但围体运送就困难重重 孝子言算未能进敲 苦不堪言 唯有寄望相关部门积极协商 早已解决问题 作为子女很不开心 每晚都会想起这件事 突然妈妈在冰箱里面 她们很冷 她们会变成容貌是怎样的呢 其实真的很难受 我会想起来 你们看我们是否有了 这些人的经验 其实我们是否有要 就是在这边